再來看日本傳統的公共澡堂 在半個世紀之前 多達一萬八千家 現在大約只剩下十分之一 尤其現在燃料變貴 成本壓力更大 而在極度艱困的情況之下 有業者不斷想辦法尋找生路 東京就有一家澡堂 提供精釀啤酒 並且播放黑膠唱片 吸引年輕人加入泡湯行列 仔細沖洗 再到熱呼呼的浴池中 好好放鬆 到前湯洗澡泡澡 日本民眾可不陌生 但最近幾年 這樣的場景越來越少見 過去日本民眾 因為家中缺乏浴室 習慣到前湯洗澡 但浴室普及後 上澡堂的人也減少 來客樹少 營運不易 下一代不想接手 越來越多前湯收掉 一九六零年代 全日本有約一萬八千間前湯 現在只剩約一千八百間 眼看珍貴的澡堂文化 逐漸消逝 在日本生活十年的美國人 霍爾頓跟同事設立非營利 組織前湯與鄰里 申請世界古蹟基金會的捐款 協助業者翻新澡堂 東京這間稻荷湯就是其中一間 不過翻新後還有難題 稻荷湯老闆就舉出 因為俄烏戰爭天然氣漲價 澡堂今年的能源支出 比去年高出百分之五十 希望翻新後能吸引年輕顧客 增加收入 另一間也位在東京的 金春湯則進行大改造 他們在休息區提供精釀啤酒 播放黑膠唱片 一改前湯 只有老人家會光顧的印象 青春湯現任經營者 是年僅三十六歲的角屋文龍 他利用數據分析顧客光顧時間 調整經營模式 為老字號前湯添加時尚元素 在傳統和現代的結合下 努力將前湯文化傳承下去 公視新聞 雖然您編譯